这个Model Studio方案 最主要是要显现台湾Toshiba Vector Engine 我们叫做向量控制引擎 针对直流无刷的马达驱动的一个 非常容易的调试的部分的技术的实现 Vector Engine其实就是以硬体来处理 这些很复杂看起来复杂的东西 那当你的马达运转的时候 你会把三项的电源 我们叫做ABC的电源给抓进来 那接下来全部由硬体来处理 你的软体呢 只要负责它的运转的位置跟角速度 你就去回填你的控制的指令 它就完成一个马达运作流程 这就是我们Vector Engine的最主要的功能 那主要我们马达驱动器 硬体驱动器的部分有分为这几个应用 可以做在家电或是printer 或是工业用的ATM 或是surveillance的部分 或是风扇类 或是扫地机器人 或是充电器的东西 或是轮子玩具车 或是开关的部分 USB相关的一个产品 我们都有 450的部分我们可以说是一个 几乎是一个标准品 简单讲它就是一个8pin 去驱一个玩具车 或是一圈的DC马达 或是我们讲用来做一个软体的开关 或是硬体那个relay的开关 它最高呢 有到44V 4.5V的输入到44V的马达都可以对接 那最大是到3.5A 那如果各位觉得前面的450的电压范围太高 你的马达不需要吃到这么高的电压范围 那你可以用我们的660来做就可以了 那它可以接两颗马达 那因为是两颗马达 所以刚刚前面讲一颗是8pin 所以两颗就是16pin 而且它还有一个standby的功能 步进马达539跟549这两颗 它几乎可以取得在市面上 你所接到的任何的步进马达 因为你会看到它是一颗仅仅 5x5或4x4的包装 它外面几乎不需要任何零件 只要两个 一个就是稳压端的电容 还有一个就是oscelator的电阻 那你只要这两颗 不管你原来步进马达的驱动器 你接的那个零件有多少 你只要放原来的电容跟一颗电阻 你就可以用我们这一颗去取代 原来40V2M的任何步进马达的驱动 好那再来就介绍我们东直 这个T2S的特性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 我们的那个传输速度 目前的最大的那个data rate 是可以到150Mbps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目前强调的 就是这个产品的一个CMTi值 那CMTi值呢 它就是目前可以到200kV3μs的一个CMTi值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reality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测试跟计算 就是给大家到70年的一个lifetime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东直的这整个 结构上面有一点比较特殊的点 是我们在这个1次次跟2次次的chip里面 其实我们有放了就是两层的这个绝缘模 那其实东直的SIC有许多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因为SIC本身材料的特性 温度系数跟负温度系数的材料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RDS-on的曲线 是去呈现一个U字型的 其实东直在25度的RDS-on跟175度的RDS-on 我们只增加了17% 那另外一点就是Rontain QGD的值 我们在自己在第二世代 与第三世代减少80% 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非常宽的VGSS 可以提供给客人比较容易去设计您的电路 东直的SIC MOS FET 其实是整合进SIC SBD的技术 我们确保电流都是往SBD流 东直的SBD VF电流大概是1.35V Body Diode大概3V到4V 所以电流势必会往我们的 这个设计出来的SBD area流过去 所以错位的状况就不会越来越严重 那SBD其实东直有许多的技术 比如说Modify的JBS这个架构 我们可以藉由这个架构来达成很低的VF×QC 还有很低的逆向电流 还有更高的顺向电流 我们可以藉由这个架构来达成很低的VF 我们可以藉由这个架构来达成很低的VF 我们可以藉由这个架构来达成很低的VF